Hello大家好,我是雪鹿,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我们的印象中,好像很多人都是想变成奥特曼 如果给你机会,你会愿意吗? 不过下面这五个人间体都曾拒绝当奥特曼 大鼓和光太郎都是其中之一 其实大鼓扔到变身器这事 在第二集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一个普通人突然变成了奥特曼 说实话,确实有点难以接受 幽怜对着大鼓说,他就是D家 手里的变身器就是最好的证明 没想到,大鼓却把变身器摔在了地上 还说自己不要这东西 可是后来大鼓还是接受了 或许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吧 毕竟地球上有怪兽在破坏城市 只有奥特曼常能阻止 大鼓接受不了奥特曼的身份还不算什么 有一个人间体更厉害 由于不情愿变成奥特曼 他还骂了负在身上的奥特战士呢 大家还记得大和王吗 当年赛罗奥特曼见他为救别人而死心生敬意 便利用复生的方法将大和王复活 可是没想到,人家不仅毫无感恩之心 反而对他破口大骂 一向心高气昂的赛罗奥特曼 面对此情此景 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另外还有泰罗奥特曼的人间体光太郎 其实他也是一个对奥特曼身份不太感冒的人 他说放弃就能直接放弃了 连变身器都能扔掉 如果换成别人的话 估计也会很留恋的 比如说当年的高斯奥特曼人间体五脏 分离的时候 他也是哭得稀里哗啦 大家对此应该有印象吧 其实赛罗奥特曼人间体 除了听起来很厉害之外 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好处了吧 Nexus奥特曼大家认识吗 他的第一个人间体名叫基石者 按理说 左奥特曼的人间体应该很有面子 可他却是个例外 每次打完怪兽之后 他的身体就会变得很虚弱 后来人类知道了他的身份 便将他抓去做了实验 然后基石者就直接失去了变身能力 有人说基石者后来是死了 这事儿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变身成奥特曼的话 你会变身成谁呢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 喜欢的话也别忘了给雪鹿点个赞哦 想跟更多贩子学关注我 抢先看 我们下期再见